四川盆地降雨最鼎盛的时段 四川盆地的雨今晚到明天早晨很强 明天白天起会逐渐的难压减弱 但是在东面这一片的降雨却是恰恰相反 未来这个影响将越来越强越来越广 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 在山东的中部和南部 江苏北部 安徽北部 以及河南中部这些地方 还会有大道暴雨或者是大暴雨 山东到云南一带 还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双秋日强降雨还将会陆续的波及到 华北 黄淮等很多地方 那么像今天遭遇了大暴雨 清晰的河南巷城 未来依旧是强降雨频繁 要注意防范积水的不利影响 在雨区之外 明天还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出现 像这些深红色的区域 最高气温都会在37度以上 而未来南方的高温范围会收缩 但是闷热的感觉依旧 所以老人孩子 尤其要注意预防中暑现象的发生 想要了解更多天气体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防 北京阴转雷阵云24-30摄氏度 哈尔滨多云转雷阵云25-31度 长春多云25-31度 沈阳多云23-31度 天津阴转小雨25-29度 波浩特雷阵云21-33度 乌鲁木齐晴21-34度 银川多云22-34度 新宁多云转雷阵云14-28度 兰州多云转晴19-32度 西安小雨24-33度 拉萨雷阵云转阵云14-25度 成都鲍雨转阵云23-27度 重庆中雨转多云27-34度 贵阳多云22-30度 昆明阵云17-25度 太原多云转小雨22-32度 石家庄多云25-32度 济南大云转暴雨24-28度 郑州中云转小雨24-30度 河肥多云转小雨28-33度 南京多云转雷阵云28-34度 上海阴28-33度 武汉情28-35度 长沙情28-36度 南昌情30-37度 杭州情28-36度 福州多云27-35度 台北多云25-31度 南宁多云26-36度 海口多云26-33度 廣州 广州多云转雷阵云26-35度 香港多云转雷阵云27-32度 澳门多云转雷阵云26-32度 北京 北京音转雷阵云27-30度 50-35度